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杰好无奈只能拿手机录影自保 我常常在这边被刷卡 就是汽车这样擦身而过 还有一次是被撞到 是真的被撞到 所以我就是从那几次被刷卡经历之后 我就开始用手机 只要走这条路我就开手机全程录影 新北炉洲仁爱街这条道路 从空拍画面来看 路宽六公尺 道路两侧工赏林立 这几年大楼越干越多 一旁紧邻住贼区 不少住货抱怨 因为爱街根本被大车占据 实际实际 吴嫂姐通勤要走到捷运站时 短短八分钟路程 却得在夹缝中走路 一个不小心还差点被机车撞上 她住在这边四年多 每天只能跟大卡车大货车针道 不然就只能走在水沟盖上 说实在来我们这边很常下雨 它要是下雨的话 那个水沟盖很多会积水 就是它而且那个道路坑坑巴巴的 所以那边积水沃有时候穿高跟鞋 你要走也没办法好好走 你还是不能造水沟在上面 你要绕过去 水沟盖就已经够口点 我们只能走水沟盖 然后下雨的时候又不能走水沟盖 就只能走到旁边的道路去 根据统计去年1月到现在 云爱街的A2车祸有20件 平均一个月就有1到2件 A3车祸则有24件 路转难走是问题之一 可怕的是云爱街公驾监视器少 还有民众上网征筹行车记录器 因为发生车祸还不见得有画面 当地议员想改善云爱街问题 却没这么容易 区段征收的过程 它现在是在内政部的审核当中 那如果要经过整个都市计划重划之后 再把整个条路拓宽 要等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行人路全民众哪能等这么久 医院伙同新北交通局会刊 初步规划可行方案 路旁边有测沟 那测沟的部分 希望来做标线型的人行道 但只是因为这边是农业道路 然后种车很多 所以就是有一些不平的状况 所以会围请渡州区公所 把这个测沟的部分做一个修补 然后让交通局在这边可以上溪 并且在一些可能路幅比较宽的地方 不影响这个大车 汇车的情况下 可以做回复式的导杆 路旋是大家的 居民只希望能尽快改善 给他们一个安全能行走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